CSV呢 当我们不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都可以查一下它的解释 对不对 比如我们看一下CSV 看见它的名字吗 豆号分隔指文件 对不对 什么叫豆号分隔指呢 就是里面的内容 都是用豆号分隔开的 非常简单吧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可以新建一个CSV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建一个test csv.csv 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写个hello 搞豆号 word 然后写一个a 然后写个a 然后写个b 写个c 写个d 然后再写个什么呢 写个1234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对应的去看一下这个文件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就有个csv 看见没 它是可以使用一个cell打开的 我们看一下打开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了吗 hello是在第一列 word在第二列 对吧 因为它这好像只有两个值 所以这个样子 那么abcd呢是这个样子 看见了吧 然后后面的1234呢又是这个样子 看见了吧 这是不是和我们用一个cell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呀 那可能还有同学想 我在一个cell上面 第一行 表示它是每一页 表示是什么 表示每一页的数据的名字 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在它前面呢 再一行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怎么加呢 也是一样的 这样加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第一列的比如age 第二 第二列呢我们表示这样一个name 第三目的表示title 第四目表示hearth 咱们来看一下 再打开之后呢 效果就是 在第一行 天天一行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让第一行呢 表示的是它的这样一个 美列数据的名字 大家可以看见 现在第一行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为什么说简单呢 因为它在我们python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数据呢 整成这样一行一行的数据 然后写进去就完了 中间写个换换符就好了 那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们用爬虫 爬了很多数据 比如我们爬了一个name 爬到一个hearth 爬到一个title 我们把这堆的值呢 放在这样一个列表里面去 堆的值呢放在那边 刚刚之前的时候呢 我放在一个字典里面去了 对吧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列表里面去 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 title 叫做src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个逗号点join 是不是就好了呀 这个方法嘛 join这个方法 然后join之后 是不是就是它变成一个大字符号的呀 中间用多少格开的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把它写到一行 那么下一行呢 我们再写下一条数据 那是不是到第二行呢 那当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全部写完之后 这个sv里面 是不是就包含了有没有所有的数据了呀 所以非常简单 所以下面呢 在后后的时候 大家如果想把数据存到这样一个csv文件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 非常简单的能够实现 就像我们实现把数据存到一个cell里面是一样的效果 但是大家要知道 它并不是一个cell 而是一个csv文件 对不对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还会来学习一些其他方法 在数据分析里面呢 我们会学习 如何更简单的把数据存到csv中 那么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的是 它是可以用一个cell打开的 对不对 但是它不是一个cell 如果说有一天 大家仍然想把数据写到一个cell 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 可以去查些资料 对于在pass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模块 这些模块呢 能够帮助我们把数据呢 通过某些可视呢 写到一个cell里面去 就是.xls 对吧 这种文件里面去 然后对呢 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cell文件了 然后到时候打开就可以了 那说到这个之后呢 大家真是认识了一下csv 对不对 那么顺便呢 我们来布置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作业 今天的作业以及今天晚上的 加上后天上午的作业 对吧 我们要爬一下 爬一下这个binibini binibini.com 要爬什么呢 要爬binibini上面的 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是一部 这是一个视频 对不对 我们要爬这视频对的弹幕 我们要爬弹幕哈 弹幕不认识吗 那么我们如果要爬弹幕的话呢 我们首先也是一样的 得确认弹幕在哪个位置 对不对 那如何确定弹幕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是不是要抓包啊 那抓包 刚刚我们也讲了 确定出去的位置 这边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从上往下找 第二个呢在这个地方 选中逐了csvss的 我看我们换一个哈 这都是剩的 不都这么慢呢 好打开了一个哈 这有弹幕吗 这个应该是有的对吧 这目前还没下的开 对不对 是有视频太大了吗 好感谢 感谢观看